司马懿 司马懿西元179年出生于河内温县 自仲达 他自幼聪明博学 推崇儒家思想 南洋太守杨俊 向来以知人善任著称 他曾见过年少的司马懿 说他绝非寻常之子 你弟弟聪明懂事 做事果断 英姿不凡 不是你能比得上的 禁书《宣地记》记载 司马懿内心猜忌多疑 但表面宽和 且应对灵活 曹操曾对太子曹丕说 司马懿不会甘心 只是为人臣子 将来必定会干预你的朝政 但由于司马懿 但由于司马懿屡献其策 帮助曹丕 所以两人关系很好 曹丕总是维护他 因为曹操的顾忌 司马懿更加勤于职守 甚至连魏马之类的小事 都亲力亲为 终于让曹操 对他放心 司马懿 司马懿曾担任曹魏的重要官职 也是辅佐魏国三代的重臣 后期更掌控了魏国的朝政 他善谋其策 多次征伐有功 对屯田 水利等农耕经济发展 也有重要贡献 司马懿73岁去世后 儿子司马师 司马昭相继独揽大全 孙子司马言 逼迫魏元帝善让 即位为帝 建立晋朝 追尊司马懿为宣帝